中国乒乓球学研的协会呢 近日发布了有关2019年全国青少年乒乓球比赛 赛前文化测试的试题库与测试大纲 有了这大纲 未来想要参加国内顶级赛事 必须得通过这项测试 这测试分为四颗知识啊 乒乓球基础常识 还有语文数学英语 这基础呢都是选择题 考试时间呢90分钟 如果说你没有基本常识的积累 想通过这项考试 那可是很难很难地啊 来吧 直接给大家伙念两道题啊 试试大家伙的实力 请问中国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是谁 答荣国团 这题我会 别骄傲啊 再问一个正式比赛当中 乒乓球的娇皮颜色规定为 抢答 一黑一红 可以啊 还行啊 看来王浩宝 其实可以通过这文化课考试了 有争夺冠军的资格了 得嘞 这就是碰上了 再多我可能也得是举手头奖了 其实呢几年前中国冰协呢就开展了这样的测试 为的就是提高青少年乒乓球运动员的文化水平 从而呢 你看从这个近几年的成绩来看 合格率呢是相当的高啊 达到了94.4% 他面向的群体就是那些还在成长当中的年轻运动员 年龄是在10岁到18周岁之间 当然呢低于10周岁的小选手是不用参加这项考试的 也就是说这一年龄段呢可都是未来的明日之星 而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文化课的要求不亚于球技的成长 这样的考试啊 就是为了培养既有知识又有技能的新型运动员 可想而知对于运动员来说 这举措对他们的整个人生都是受益匪浅的 想要成为世界冠军的小选手们 赶紧拿起书本好好学习吧 当然了 这考试大纲呢可以在这个中国拼协官方网站中查询得到啊